这是我来广东省扇尾市旅行的最后一个下辖行政区 陆河县 地处越东沿海于兴梅山区的结合部 是荣江和罗河的水系发源地 具有独特的客家风情和客家文化 这也是著名的中国青梅之乡 走进县城啊 这里没有那么的繁华 没有过多的商业化 城区也不大 被大山环抱 这时候来广东旅行啊 见到自然风景最美的地方 从海丰县沿着G-235出发 到了阳岭梯田 曾经去过龙盛梯田 元阳梯田 对这类风景啊很感兴趣 可是有点遗憾 季节来的不对 梯田的城市完全看不出来 秋天来是最好的季节 据说在梯田旁边吧 有一条古一道 也被这些农作物给遮挡了 建议还是选择秋天再来看一看吧 在县城啊 有个观景的好去处 那就是火山障 火山障吧 海拔有700多米 扇顶上就是广播电视台的塔台 开车就可以上去 这个破度吧 比较陡 建议就是排量小的和技术差的 就不要开车上去了 扇顶上的侧位吧也有限 这边也是过鱼海赏而出的好地方 整个县城啊就在脚下一览无鱼 这是路河必来灌景的地方 距离路河20公里左右的罗西镇南河村 有个白水寨瀑布 从山脚下沿着台阶串过竹林就可以上山 一路上就可以干到各种的流水蝉蝉 凤井很美 15分钟就可以看到瀑布 瀑布肺流直下 落差达到200米 这里免费 凤井完全不属那些就是受费的景点 来这里游玩啊 一定要注意把那些垃圾全带走 不仅看到很多的垃圾 居然还有燕头 那块明令禁止啊 就是携带焰火精神 数字一定要加强 来到了南高水库 位于南万镇境内 是以发电为主 兼顾防洪 灌溉等工厂 是由重力坝 饮水 水洞 发电厂 变电站等建筑组成的 水库的面积很大 诗然风光啊也不错 居所吧 可以来这附近来露营啊 站在大坝上 可以远望对面的神像山 隐约的可以看到扇顶上那个大佛雕像 本来想去神像山的 到了景区门口吧 上面告示写的景区现在维护 暂时关闭 有点好奇啊 都废了进去 废到扇顶上可以看到这个佛像啊 正在维修 错过了参观的机会 在这吧 可以看到水库的全貌 到了南万镇 这个镇子很小 就一条路啊 穿镇而过 去邮局啊 去打个卡 盖个厨 一波散折呀 最后也完成了 在南万花海景区这块 露营的 这景区已经不营业了 就在游客中心这块 特别大安静 也没有人来打扰 在善为旅行 有将近十天 去了城区 陆丰 海丰 陆河 海陆丰 客家文化 历史悠久 红色铝 既有波澜壮阔的大海 又有大山环抱的 自然风光